相信大家都很關心 前段時間在河濱縣接島的撤僑 究竟現在是何去何從 公共衛生局日前表示 目前在馬區空軍基地進行隔離的近200名中國武漢撤僑 經過了為期14日的聯邦隔離之後 會在進一步檢查多一次 如果都沒有感染的話 就會在11日上午正式解禁離開基地 其中包括了一對華人夫婦 企今195名隔離病患者當中 沒有人在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當中出現陽性 而兩名有徵狀者經過重新檢測之後 結果都是陰性的 不過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就說 上星期從中國武漢撤僑飛底Sandio的專機上 有一人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結果呈現陽性 令到美國確診病例來到第13例 而患者是成年人,性別不明 目前已經被送往了加州大學Sandio的 UCSD醫學中心道進行治療 可以進行嗎? 如果有任何科研究信息 拜託你 BOBBYS BBYS CIDH CAD CAD 感谢观看